前天发了一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新找到的这个适配Action 5 Pro的金属兔龙 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把大家在那期视频下方问我的各种其他配件和这款四末格的金属兔龙的搭配使用情况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有朋友说这款四末格的金属兔龙安装泰迅和大疆原厂的这个两爪的快装插件 有不兼容的情况安装起来比较吃力 我找了三个这样的磁吸两脚插件 这两个都是大疆原厂自带的两爪快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安装的顺滑程度 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有朋友说大疆原厂的这个快装接口装上去有问题我还挺意外的 只要对其位置一推就推上去了非常丝滑 这个是泰迅的两爪快装 也是一样 对其位置轻轻一推 因为磁吸会吸附上去嘛 你顺着它那个力一推就上去了 很简单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这是一款白牌的啊 这个白牌的反而吸力更大 安装拆卸都没有任何问题 不论是哪一个品牌的安装拆卸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是Action的通用快装接口 不同的品牌安装差距非常小 另一个问题是有朋友说这款斯莫格的吐龙和新款Action 5 Pro适配的还不是很好 安装的时候很丝滑没有问题 但是退出的时候有点困难 搬一下把它后盖打开 然后呢 这样平推 推的时候你能听到有一点涩涩的声音 它不是在跟这个金属框摩擦啊 大家注意 这个金属框是颜色合缝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你只要对其位置是可以很顺滑的进去的 因为这侧有一个缓冲的橡胶垫 所以推出的时候会有这个和橡胶摩擦的声音 这个我觉得不算问题吧 这种缓冲的垫 它要起到缓冲的作用 它就一定要有接触的 只要不是特别紧的那种磨在一起就没问题 如果不接触的话就起不到缓冲的作用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朋友问 在安装了这款金属吐龙之后 是否会影响滤镜的安装 正好我的新滤镜也到了 之所以等了几天才发这个视频 就是在等这个滤镜 Action 345都是通用的 滤镜的规格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先比较一下它的滤镜尺寸 对比下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要添加到这个滤镜 比佩戴着这个原厂的橡胶防滑圈 还要大一圈 那我之前给大家演示过 带着这个防滑圈之后 是不能装进去的 需要先把这个防滑圈摘掉 才能装到吐龙里 然后装完吐龙之后 再套上这个橡胶圈 那我猜戴上滤镜应该也不行 因为滤镜整体又大了一圈嘛 看 已经卡住了吧 所以我们可以不戴滤镜 先把它装上吐龙 装好之后 你再装上这个滤镜片就可以了 还有朋友问 能不能推荐一款 在佩戴这款吐龙框的情况下 又刚好能装进去的一个保护包 那很遗憾 我没有 因为我在使用这个吐龙框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它扔到包里了 就不会再给它去加 其他的额外的保护设备 所以我没有去找 手边也没有合适的 这样的包来推荐 最后就是有朋友说 到底是买随心换划算 还是买吐龙框划算 这个当然只能根据 你的个人喜好来说 不能单纯的来看价格 我们买这种吐龙框呢 一方面是它可以代替 原厂的吐龙 达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能扩展出一些其他的接口 加上它这个金属的结构比较结实 可以适应一些特殊的 或者说更恶劣的使用环境 如果你的使用场景相对安全 没有那么多的冲击 那就不用买吐龙框 甚至都不用买随心换 像我平常主力栽用的 大疆的Pocket 3 可以说是更脆的一个产品 比这个可要脆的多了 但是我也没有买随心换 也没有给它买各种镜头的保护框 保护盖 因为我在使用Pocket 3的时候 使用的环境比使用Action 要安全的多 很放心 不需要这些附加的保护产品 所以一定是根据大家的使用环境 按需选择的 至于说金属涂龙框比较重的问题 确实这款涂龙框就是比较重 我在上期视频里给大家已经测量过 它有90多克重 原厂的这个塑料的涂龙框只有30克 但是我选这款 是因为当前这个节点下没得选 除了一些之前没听说过的品牌之外 大多数熟悉的品牌 还都没有推出Action 5适配的涂龙框 所以暂时在这个时间节点下 选择余地比较少 我也翻了一下过去Action 3 4时期的各种品牌的适配的涂龙框 同时也是比较知名的品牌的话 最轻的可以做到四五十克 那就跟原厂的那个塑料涂龙框 非常接近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款涂龙框太重了 你又不着急用的话 可以再等一等 只要有一个品牌适配上市的 其他的品牌一定也会迅速跟进的 好 以上这些就是大家在我上期介绍 这款产品视频的下方留言的问题汇总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使用的问题 或者有其他的产品推荐 记得一定要告诉我 好 我们下个视频见